今天來跟各位分享一下如何欣賞懸崖樹形 這個懸崖樹形它的整個 馬上喔 懸崖樹形 當你們知道一棵樹它的主結構跌落到盆棄 我們種的盆棄 盆棄就是它的立地環境 然後盆棄底下 盆面底下叫做半懸崖樹形 如果它跌落到盆棄底下 它的整個的主以下的話叫做大懸崖樹形 所以呢 你要很清楚 什麼叫大懸崖 跟半懸崖 的架構 然後耳後呢 我們所看到的 它這一些懸崖樹形 它本身所要呈現的布局的分化角度 還有它整個探底的一個現象 如何去把它飆升上來 所以我今天呢 特別先將你們要了解的這個層面 第一個 它的盆棄 這一棵樹呢 它從 衍生出來的飄陷 飄陷 然後這是根 再來 裡面呢 我們所要探究的第一個 就是什麼 它的飄垂 下來的飄垂枝 飄垂枝 這個叫 最底下 挑垂枝 然後呢 這一棵樹的後面 這一棵樹 的後面的部分 我們稱它為背井枝 所以呢 它會往這邊延伸 一化二 去呈現它的角度 然後 如果說我們的幹生的變化 哪一個部分 比較 有一點 瑕疵 或者有一點 太直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幹前枝 主幹的前面 要創作一個幹前枝 好 這個就是我們要分化的一個 再來最頂端 最頂端 這裡呢 要有一支 往 風飄 往懸崖塑型的方向 去做延伸的灌頂 叫做灌頂 好 也是要同方向 你不要有回撤的枝幹 不要往回走的枝幹 所以呢 你就很清楚 這一棵樹 在創作的是 大自然懸崖邊 懸崖邊 懸崖邊 好 這邊 因為有太陽也遮映到了 所以 往後 這裡的枝葉 竟然 慢慢都會代謝掉 才會形成這樣 鍍局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 我們看到的這一棵樹呢 你就會發現說 將來 這是因為沒有生長空間 而衍生 跌落下來的一個樹像的一個 形態 我用黑色的來畫它的葉蟲的部分 去做布施 各位看到 我所畫的葉蟲的部分 都是傾向另外一邊 去做一個樹式的延伸 這個就是懸崖塑型 要跟大家知道說 它的立地環性造就出來的一個現象 好 那我們以現有的這些樹呢 來跟各位來探討一下 像這一棵日本的山河黑松 我們看到幹生的轉折 然後跌落下來的現象 以後呢 這些枝幹 我們可以用鋁線 去雕塑它往下延伸 各位看到它飄垂枝 是不是低於盆面 好 這樣才能稱之為懸崖塑型 好 我們看到最高點 就是剛剛分享的灌頂 好 分享的灌頂 再來 樹幹 來看一下喔 樹幹的前面 以這樣的平行度來看 它的前方 這個叫幹前枝 後方這個叫背井枝 我們轉 把樹轉到正面來 讓各位欣賞一下 讓各位去了解 第一個 你看 我們設定好飄垂枝 灌頂枝 前面 就是幹前枝 然後 後面 就是背井枝 有沒有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景象呢 它整個跌落下來是同方向性 你要想像 這一棵樹旁邊就是一個峭壁雄峰 讓它延伸樹式的垂吊感 好 低於盆面 前面講過了 盆氣是它的立地環境 所造就出來的樹形架構 所以 而後你在欣賞你這一棵樹的時候 本身該分佈好的位置 它的整個立體感的呈現 要很明確 在這裡呢 也再次的讓各位清楚 後面的背景 盡量茂密 前面的幹前 有一點忽隱忽現 視有若無的感覺就好 枝幹不要太偏頗太多 不要把主體都遮掩到 為什麼 主幹的延伸到達末端 你要讓欣賞者能看到你在創作整個姿態的一個依序 所以 你看到每一顆懸崖樹形 這是半懸崖 它的整個方向空間鎂的搭配 一定要符合到 我們在欣賞的架構雖然有幹前肢 它的主幹的內凹空間鎂也要把它呈現出來 內凹空間鎂 這是半懸崖樹形 跟各位分享的一個架構 再來 我用最簡約的一棵樹 來跟各位探討一下 就是 我們不要看這麼複雜的 我們看簡單一點的百日紅 好的 百日紅 我看一下 這一棵的正面在哪裡 好 知道了 好 我們就移動 一下位置 讓你們各位更清楚 好 像這一顆百日紅呢 我們有沒有看到它整個 轉折的枝 主幹的線條 飄洩下來 有沒有 耳後呢 這一些金連生的枝呢 我們看到分化的這些葉片 去把它剔除 好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每一個枝 分化出來的代枝 藥枝分化出來的代枝 將來要佈局到 往這邊延伸的是什麼 灌頂 灌頂的幹前枝 這一枝是灌頂的背景 好 這樣 讓各位清楚看到 你看 連灌頂也要分化的很清楚 這一個就是往上的灌頂 這一枝是灌頂前面的幹前枝 這個點呢 是灌頂的背景 好 這樣 它才能呈現立體的 角度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一枝幹前枝 這一枝幹前枝也是一樣 我們分化的角度 也是一個飄垂下來的以後 這邊有一個小背景 這邊有一個幹前 對不對 然後這邊也要烘托 這個幹前的一個小布局 每一個點都要分化清楚 讓你知道耳後要延伸到哪裡去做生長 這個飄垂枝也是 我們飄洩下來了以後 好 它的整個飄洩的點在這邊 然後呢 這裡有兩個點 這裡有一個點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到 這邊呢 就要選一個幹前枝一個背景枝 那你們會選哪一個當幹前枝 哪一個當背景枝 我再把葉子減少一點 讓你們看得更清楚 剛剛 我在白板上面呢 已經告訴你們 我們要怎麼樣布局了 對不對 怎麼樣欣賞這一棵樹枝美 所以呢 這裡有一個點跟它是不是靠得很近 有 這裡 有齁 這樣 靠得很近 對不對 所以這個前面又有一個點 所以呢 我們要捨棄這一邊 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剪掉 你看喔 它在背景枝 再往前一點的間距 結尖 才長出幹前枝 幹前枝 再往前一點 才長出飄垂的飄垂枝 這是一小部分 都要如此的布局 好 然後我們再往前看喔 這裡有一個點 在轉折的地方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轉折的點 我把它剪掉 有沒有 你們一看 一剪 它的彎度 是不是更明顯 好 所以呢 在有彎度 不管是內側 凹處不出枝 或者有曲幹的區 有凸的地方 也盡量不要留枝 把枝呢 留到 有平行枝的位置 前方 去做分野就好了 好 我們再看這個背景 整個大飄卸下來 剛剛一個末端的一個飄垂枝 就設定的這麼仔細了 末端這個大的飄垂枝所展現的也是一樣 這裡一個幹前 這邊一個背景 然後背景呢 我們如果用鋁線可以調整 它當然也是可以分化成三支出來 OK 好這就沒有問題 幹前枝也設定好了 再來這個這一支的大背景 以後呢 要用鋁線雕塑下來 這個大背景呢 各位看一下 從這個點出來 是不是出兩支 有沒有 這兩支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是要向上揚的 還是要向下飄的 會覺得 向上揚的 我們既然是懸崖塑型 當然是要往下走 對不對 它有揚身再往下走 重量感把它呈現出來 好這個拿掉 是不是依序讓你們知道說 這個枝幹 我們分化出來的帶枝 是要往這邊上下 然後去做分枝的動作 到了這裡 這裡也有一支可以用鋁線雕塑 沒有錯 這裡也有三個點 這裡一個點 這裡一個點 在往前推的時候呢 這裡有三個點 四個點 四個點 有四個點 有沒有看得很清楚 我再把這些葉子拿掉一些 這是基本分化角度美的位置呢 讓你們觀賞得更清楚 也有辦法在欣賞之餘 在創作也能了解的更多 這樣 這裡有四個點 這裡有四個點 可以 OK 好的 這四個點 你們會選哪 哪兩點留下來 因為這裡有左 右 這邊 還要留一點 當然就會留這一點 對不對 留了這一點以後呢 再來是留這一點 還是要留這一點 我們先把這個小點 這個小點 拿掉 這樣會很仔細一點 剩下 一二三 這兩個錯落開來 當然要留這個點 這一隻拿掉 好 這樣整個分化 是不是 讓我們知道 而後 要展現的枝幹 一化二 一又化二 這裡又化二 慢慢延伸 這一隻呢 將來要雕塑下來 好 它整個欣賞的姿態 就會 讓我們很容易清楚了解 它整個分布的走向 OK 好 這個就是很明確 一棵樹 跌落下來 半懸崖樹形 它要佈局的 漂垂枝 灌頂 幹前枝 背井枝 你只要記住 半懸崖樹形 有這一些枝幹 那就沒有問題 好 再來 再欣賞 一顆比較繁複一點的 剛剛講的 我會 一步一步進階的告知你們 好 像這一顆呢 來 我們看一下 它的正面是不是這樣看進來 有花 大部分的人 只要看到有花 都捨不得解 那怎麼辦 沒有關係 只要你把分崎的點 靠近 分崎 一 或二 分崎的點 這個空間 再留置一下 把不需要的葉子 修剪掉就可以了 修剪完了 你就會發現說 將來 你是要 它花開完了 像這些花開完了 花開完了以後 你會往內說 要撿到哪裡 然後每一片葉子呢 都是一個芽點 這個芽點的上方 長出新的枝 分化出來的帶枝呢 就是耳後 我們這一支 一 要留兩個分化的帶枝出來 的位置點要修短 好 我今天先不修 先把花 讓它陸續的開完 先把葉 我撿到哪裡 剛剛講 我會撿到這裡對不對 我會留到這一片葉子 它的下位葉 什麼叫上位葉 什麼叫下位葉 就是 整個 這個枝條 一半以下 稱之為下位葉 一半以上 稱之為上位葉 它拉的多長 長的多長 都是以這樣來分化就好了 像這個也是一樣 我把下位葉拿掉 以後 有可能我會撿到這裡 讓這兩個分起點 再蒙發出新的分枝出來 那耳後就會 為什麼要修剪 讓它蒙發新枝 因為修剪 分帶枝 一化二 二化四 修剪兩次就分四枝 它是不是越來越茂密 葉蟲是不是越來越茂密 你不要一直讓它長長 所以要懂得幫它整理 當你懂得幫它整理了以後 再來就是會下一步的動作 哪一個動作呢 就是要將角度調整出來 它的角度如何調整 來 再換一顆 哇 更大顆 這個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角度 來 我們來看這個點 背景枝的這個點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一些背景 然後從枝幹 要支分化出來以後 分佈出來的帶支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是不是45度到60度角 然後在這裡 就又延伸兩個角度 又是45度到60度角 往後一直讓它去分化 延伸 到達1化2 2化4 4化8的時候 再減出往上的葉蟲的向陽性 那整個佈局的點 就算完成了 這個就是你要懂得 如何欣賞懸崖樹形 它整個跌落下來的力道美以外 你的枝幹也要分佈 黃金比例的角度 然後佈局的點 從飄垂灌頂背景幹前支 去分化不同的點 去做延伸布局以外 你要看主幹 它哪裡是適合長出背景枝 哪裡適合長出幹前支 去做布局 剛剛第一個先要探討的是 飄垂枝已經設定好了 第二設定就是要灌頂 再來就是背景跟幹前支 這樣你懂得欣賞 你就會佈局 我們在選擇一顆好的盆景 如果你不懂得去規劃 它將來要生長的方向性 這一棵如何依照樹的型態美 它的主幹的型態美 去創作它的枝幹 你就沒有辦法去欣賞到這一棵樹 它原本架構 呈現出來的姿態的轉折 那我們再看最後跟各位分享 懸崖塑型的布局比較 籠統但是還是有規矩的 我們來看這一棵 往前 這一棵 這一棵 這一棵它的飄垂枝以後 會跌落到 盆棵的最底 所以這一棵叫做大懸崖塑型 大懸崖塑型 我們剛剛用剛剛的理論 跟各位套用在這裡 怎麼樣套用 主幹延伸的轉折 跌落 這一個枝 就是什麼 來 我們看到的飄垂枝 用這樣子會不會好一點 來看一下 好 這樣 可以齁 好 這一個整個飄泄下來的飄垂枝 你看 它在幹森的中間點 你才能設定它的飄垂枝 飄垂枝設定好了以後 它的後面就是它的背景枝 它的前面就是它的幹前枝 然後每一個枝條 它所分佈的角度 以後 再用鋁線去勾勒規劃出來就好 所以你看到一個飄垂枝 飄垂枝前面有幹前枝 後面有背景枝 這個層面就佈局好了 將來這個植物一定會再生長 在生長的同時 你在這個佈局的飄垂枝 再往下再跌落一層 再去佈局 所以這裡 這一隻以後會形成在這裡 再往下 再往下堆疊一個層面 所以呢 底下一個層面 這個第二個層面 再往 看到這個灌頂 也是要分化喔 怎麼樣分化 它也是要有灌頂 你們看 一二三對不對 你會 現在它比較高 它會要當灌頂嗎 它當灌頂沒有幹前 對不對 如果我把這一隻 慢慢雕塑上來 當成灌頂 這一隻慢慢 延伸下來 當成幹前枝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所以 而後你知道這個方式去佈局的話 你就很容易說 喔 我將來這一棵樹的這個位置點 就是要雕塑下來 當成灌頂的幹前 這一個是灌頂的背景 好 然後灌頂也很好玩喔 到這裡延伸的時候 你看它還有上下 有沒有 哪一個要再垂掉下來 就是第二灌頂的垂掉下來的飄垂枝 飄垂枝前面的叫做幹前 後面的叫背景 好 然後灌頂也要由這一隻真正來揚升 當成主要的 最頂端的灌頂 好 所以整棵樹的布局在一個大懸崖裡面 跟半懸崖樹形有差異性在哪裡 它的布局點 層次的堆疊要比它豐富很多 空間鎂的搭配 也要比較能適當的去展現 你看它的 飄垂 灌頂枝跟飄垂枝的整個差距 空間有沒有加大 是有的 所以整個大懸崖樹形 你要設定的空間鎂 要比半懸崖樹形還來的空間大一點 好 這就是今天 跟各位知道說 彭頂藝樹到目前的階段 要懂得欣賞 每一棵樹的主幹的結構 依其幹塑其形 讓它的整個主幹的架構 表現出最優良的布局的枝幹美出來 所以你要培養好眼光 選對好的主幹去做好 你要幫它設定的藥枝 分化出來的代枝 那整棵樹健康 生長到我們 該可以創作的一個姿態美出來 那我們今天跟各位分享 彭頂藝樹的懸崖樹形 好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謝謝 那如果看到我們的影片 你喜歡的話 請你開 在我們的影片下方 按讚 然後留言 分享 然後再開啟小鈴鐺 往後 所有我們的錄製的影片 都會通知你 讓你們一起來分享 讓我們變成綠手指 謝謝